狮子守护者 解析认证开始 萌萌老师 中央民宿大学教授 随堂是学者 认证成功 收获狮子几条 回到片子 找见诗人 跌破知识难典 以古诗子之为 算是历史 学古诗 这是私房校的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蒙曼 很高兴和大家一起顺着历史学古诗 那我们都知道唐朝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 那肯定大家就会好奇了 盛世之中老百姓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呀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首 孟浩然的五颜律师 过故人庄 故人聚基数 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河 青山郭外霞 开轩面长谱 把酒画桑马 带到重阳日 还来旧菊花 先说诗体 什么叫五颜律师 五颜律师简称五律 属于进体诗 也就是格律诗 全诗一共八句 每句是五个字 一共就是五八四十个字 其中中间的两联诗 也就是第三句 第四句 以及第五句和第六句都要求对账 这是五颜律师的特点 再说诗题 过故人庄 过是拜访的意思 所以过故人庄就是拜访老朋友的田庄 孟浩然是一个隐士 当时是在湖北襄阳的陆门山隐居 那他这个故人呢 其实就是襄阳的一个老百姓 这样的题目其实很亲民 就像我们中小学经常练习的那种题目 比方说记一个愉快的周末 那这样的文章怎么写呢 先看几个知识点 第一个 青山锅外侠的侠 这个字在字典上只有一个读音 叫邪 意思就是不正 但是读诗的时候为了押韵 我们把它读成侠 这叫邪韵 我们已经说过好几次了 第二个 还来就菊花的还 这个字在字典里就是有两个读音的 一个叫还 是副词 意思就是还要 仍旧 还有一个读音呢 是还 这是动词 意思是回来 再来 那你看在这首诗里头 究竟是依旧来看菊花好呢 还是再回来看菊花好啊 我们感觉呢 是再回来看菊花比较好 所以在这不读海 要读还 第三个知识点 还来就菊花的旧 旧是什么意思呀 旧有好几种解释呀 比方说小学生造句 一怎么怎么样 旧怎么怎么样 那个旧是廉词 但是在这句诗里头 这个旧不是廉词 它是动词 意思是亲近接近 那我们知道的这些知识点 再来看这首诗怎么翻译呢 老朋友预备了鸡和黄米饭 邀我去看看他的家 绿树环绕着小小的村庄 村外横卧着清清的山崖 我们推开窗户看看谷长和菜园 又举起酒杯闲谈地理的庄稼 等到久久重阳节的时候 我一定会再回来跟你欣赏菊花 这首诗好在哪儿 我讲三个好处 第一个气承转和好 第二个写什么像什么 第三个练字精妙 先看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起承转和好 这就涉及到律师的基本写法 一说格律师 同学们可能都觉得很难 但其实格律师是有套路的 这个套路就叫做起承转和 律师一共是八句 每两句叫做一连 因此一共是四连诗 这四连诗呢 都有专门的叫法 第一连叫什么呀 叫手连 头 第二连叫什么呢 叫翰连 下巴是翰 第三连叫什么呢 叫颈连 脖子是颈 第四连叫尾连 那这四连诗 跟起承转和怎么配合法呢 就是手连起 翰连成 井连转 尾连和 那这个起承转和具体怎么用 咱们借这首诗一分析 同学就明白了 先说起 手连是起啊 起就是起头 就是讲写诗的缘故 那这首过故人庄 写诗的缘故是什么呀 是故人聚基数 邀我治天家 我到这个村庄来 不是路过这儿淘一口水喝 是老朋友邀我过来的 这就是我来故人庄的理由 也是我写这首诗的理由 你看这个起法怎么样 这个起法看起来很普通 但是呢 它给后头留了余地了 大家就知道后头一定会写 跟这个故人庄有关系的事情了 这就是一个很合理的开头 那再来看承 我们刚才说了 旱连是承 承就是承接嘛 就是顺着写 既然是过故人庄 自然接着就要写一写 这个村庄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接下来是什么呀 绿树村边河 青山郭外下 咱们刚才说了 律师的第三四句要对账 你看这一连对账多漂亮啊 绿树对青山 村边对国外 河对峡 上下一一对应 说绿树呢 就像篱笆一样围绕着小村子 让小村呢自成一体 这是眼前的景象 那再看圆景 说一列青山 就斜卧在小村背后 仿佛天然屏障 让小村子有了坚实的意图 大家想这幅风景画怎么样啊 其实很平常对不对 哎可是正因为它平常 才显得真实啊 这就是我们今天经常看到的农村呢 也是唐朝真实的农村呢 它很实在 哎就让我们觉得它很踏实 那这是成 成完该转了 景帘是转 什么叫转啊 转就是转折呀 你看题目是过故人庄 光写庄肯定是不行 总要转到故人身上 那怎么转呢 看景帘 开转面长谱 拔酒画桑麻 哎按照律师的规矩 这一连也必须是公正对账 你看开转对拔酒 面对画 长谱对桑麻 对得很正气 那可能有同学会说了 这里头也没有看见故人呢 怎么会没看见呢 开转是开什么 开窗户 谁开的窗户啊 当然是故人了 拔酒是端酒杯 谁端的酒杯啊 当然也是故人 所以大家看见没有 这一连诗是从静态 转向动态 也是从景转向人了 老朋友殷勤的招待 诗人多么开心啊 哎这是这首诗的重点 那转完之后该合了 尾连是合 也就是收尾 收尾一般是用来升华主题的 那这首诗怎么收尾的呢 带到重阳日 还来就局话 看见没有 这一次做客还没走呢 就早早把下一次做客的日子 都给约下了 那诗人对这次做客 满意不满意啊 哎毫无疑问是满意的啊 这就是对老朋友的情谊 最大的肯定 虽然说这句结尾没有抒情 也没有议论 但是呢 我们都感受到了 诗人那种欣欣然的心情 这就叫一切尽在不言中 那收尾很含蓄又很深情 是一个很好的合 那我为什么要借这首诗来讲 启程转合呢 其实是想给同学一点启发 咱们今天写作文 跟古人写诗是一样的 如果把启程转合处理好了 思路就清楚了 就容易写出一篇好作文 那再来看第二个好处 那写什么像什么 咱们现在写文章啊 很容易犯千人一面的错误 好多电视剧也是这样 你看写打工妹 也住海警房 穿时装 特别不真实 但是呢 这首《过故人庄》就不一样 你看它是田园时 它就有田园范儿 怎么叫田园范儿啊 看手帘就知道了 故人聚鸡鼠 邀我治田家 看老朋友准备的是鸡和鼠 这一个鸡鼠 就把田园风情写出来了 饭是什么饭呢 自家种的黄米饭 菜呢 是自家献杀的一只鸡 这是典型的乡村风格啊 你看陶渊明的《桃花园记》里头 写外来打鱼人过来了 那当地的村民不也是 社九杀鸡做食吗 为什么一定是杀鸡 因为鸡是小家禽 能打鸣 能生蛋 一般农家都会散养着十几只鸡 平时自己舍不得吃 但是呢 来了客人 杀一只鸡 就是一道挺像样的菜 这样的招待呢 诚意是有的 但是不夸张 绝对不像李白写的那样 烹羊宰牛且为乐 会须一饮三百倍 普通农家不是那样过日子的 它就是一种 故人俱基数的生活状态 我们一看这句诗 就觉得田园风情扑面而来 这就叫写什么像什么 因为他写的像 所以后人都抄他 比方说宋朝路由跟着写什么呀 莫孝农家辣酒魂 封年流客足鸡屯 那再来看第三个好处 练字精妙 咱们现在讲炼字啊 往往会讲那个推敲的故事 就是夹导那个 秒速持边数 声敲跃下门 其实只要是好诗人 都会讲究炼字 一个字用好了 整首诗都有光彩 这首《过故人庄》里头 哪个字用的最好 哎 还来旧菊花的旧字 大家好奇过没有 诗人为什么要写旧菊花 不写赏菊花 对菊花 醉菊花 共菊花 沾菊花 这里头就涉及到菊花的意象了 对中国人来讲 菊花是什么呀 菊花不仅仅是重阳节的当令花会啊 它还象征着隐菊的君子 菊花怎么就会成了隐菊的君子呢 因为我们讲过陶渊明的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哪 从这首诗开始 菊花就跟陶渊明一样 成了隐世的象征了 那既然是隐世 是君子 怎么能赏 怎么能醉 怎么能对呢 那是亵渎菊花呀 哎 这样一来你会发现 这个旧字太好了 旧的意思我们刚才讲了是 亲近 这个亲近就不是把玩 是君子之间的惺惺相惜 那我们刚才说了 孟浩然是一个隐世 而且是唐朝最大名鼎鼎的隐世 连李白都对他崇拜的不得了 既然如此 他就有跟陶渊明一样的精神追求 也跟陶渊明一样欣赏菊花的风骨 所以他才来跟老朋友相约 拜到重阳日 还来旧菊花 一个旧字不漏痕迹的 就把诗人的高解给写出来了 这就是炼字的好处 那我为什么要给同学们选这首诗呢 其实我是想用它来代表 唐朝富足的物质生活 和温暖的人情 那我们说唐朝是圣诗 什么叫圣诗啊 老百姓都能吃上饭 就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唐朝最盛的时候 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700斤 这在整个中国古代 都是非常高的水平 这样才能够有诗里的第一句话 故人聚基数 可是呢 光有物质生活还不叫圣诗 一个真正的圣诗 一定是一个和谐的圣诗 大家都是朋友 也都愿意交朋友 这就是邀我治天家 物质和精神都有了 我们就承认 这是一个好时代 是值得我们向往的圣诗 那总结一下 这首诗讲了什么呀 我们讲了五颜历诗的基本规律 讲了练字的意义 讲了取成转合的写法 还讲了唐朝普通人的生活状态 那这首诗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下一首我们讲李白的 《早发白地成》 字幕志愿者 唐人 感谢观看